希腊神话中的原始诸神 你好 在这段视频中 你将目睹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的解药概述 以及对其起源 特点何语 这些神相关的神话的描述 这将使你能够更深入和广泛地理解以下视频 其中将更详细地处 你与希腊神话相关的宇宙观 以帮助你拥有广阔的视野 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版本是赫尔·西奥德再起 以《Cyogamy》中收集的版本 它从混沌开始 一个深深的空洞 由此产生了盖亚 地球和其他一些原始的神性生命 爱、神、Aeros、神渊、Tartarus和埃里伯斯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 宇宙神话就是近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发展 希腊诗人逐渐开始采用这些东方神话 最早的尝试可以在河马的伊利亚特中看到 在其中一个段落中 赫拉评论说他想调和众神之父海洋之神和母亲特提斯 作为对巴比伦神话中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 水作为一种原始元素的想法 预示着米利都的泰勒斯在寻找一种原始元素来解 是事物的本质 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音乐家奥菲斯的宇宙观 试图用一种不同的说法来弥补空虚的混沌和可 见世界之间的差距 根据这种说法 在万物之初有混沌、黑夜、Nix和埃雷波斯 现在让我们逐一看一下原始神灵 混乱 根据赫西奥德的神谱 混沌是第一个存在的东西 由于混沌是唯一最初存在的实体 后来的神智必然是从它产生的 它是创造一切的源泉 包括宇宙和希腊诸神 起初 混沌是存在于原始虚空中的随机无序状态 不久之后 一个宇宙弹在其子宫中形成病 孵化 在黑暗中产生了第一批神灵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赫西奥德的说法 混沌也是一个很像塔尔塔罗斯 和后来的天堂的地方 赫西奥德将其描述为一个遥远的地下的阴暗的地方 随着第一批神灵从混沌中出现 赫西奥德建立了与每个一支元素有关的神灵 首先是原始元 素地球天空和海洋 盖亚 虽然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但在古希腊的崇拜中并不特别尊崇 尽管有寺庙供 奉他 虽然盖亚在神话中以人的身份形式 而且有时在艺术作品中以人的形态出现 但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拟人化的神灵 因为他与作为物理和自然元素的地球 有着直接和直接的认同 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也有能力预言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被认为是女先制 盖亚独自生下了天王星 然后他与天王星结合 生下了泰坦人 泰坦尼德人 独眼巨人何赫 卡顿基尔人 这些人有一百个手臂巨大而凶猛 天王星憎恨他所有的孩子 所以他强迫他们生活在他们母亲的深处 有一天他决定释放他们 并要求他们为父亲报仇 但他们都太害怕父亲了 只有最年轻的克罗诺斯同意 因为他非常憎恨他 盖亚将一把钢帘递给他的儿子克罗诺斯 克罗诺斯割下了他父亲的膏丸 并把他们扔到他身后 从伤口流出的血液浸染了盖亚 居然 西里尼亚斯和灰树仙女 由此诞生 还有所有与树木有关的神灵 在这次残害之后 盖亚与庞特斯结合 海神从那里诞生 克罗诺斯统治着世界 成为一个可怕的暴君 并将他的兄弟们囚禁在塔尔塔罗斯 所以盖亚计划进行新的报复 瑞亚和克罗诺斯的孩子们 被他们的父亲吞噬了 但当他在宙斯的磁带上时 他呼救了 盖亚和天王星向他揭示了命运的秘密 并教他如何战胜克罗诺斯 孩子出生后 盖亚把他藏在一个洞穴里 与此同时 克罗诺斯得到了一块用毯子包裹的石头 他吞下了这块石头 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差别 当宙斯长大后 他与克罗诺斯公开作战 盖亚让他知道他需要泰坦的帮助 当宙斯把他们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时 他们给了他闪电 雷电 他用这些武器推翻了他父亲的统治 但盖亚仍对赫卡顿齐勒斯被打败的命运感到不满 所以他与塔尔塔罗斯 深渊之神联合起来 生下了提风 众神不得不与他长期作战 从这个结合中 另一个怪物 Ikina诞生 大多数神论都把各种怪物的母亲身份归于盖亚 如卡利布迪斯 哈皮斯 蟒蛇 金羊毛的手 护龙 甚至是名声 塔尔塔罗斯 塔尔塔罗斯是世界上最深的地区 位于哈迪斯本身的下面 它是历代神灵囚禁敌人的地方 在希腊神话中 有一个所谓的塔尔塔罗斯 塔尔塔罗斯 一个永恒的痛苦之地 类似于基督 礁的地狱 塔尔塔罗斯除了是一个地方 还是一个神灵 是以太和盖亚的儿子 塔尔塔罗斯作为一个地方 位于比哈迪斯更深的地方 在冥界的深处 塔尔塔罗斯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其距离相当于天堂与地球的距离 它被三层黑夜和一堵青铜墙所包围 形成了一个黑暗 扭曲和阴暗的坑 正是在那里 泰坦被囚禁起来 哈迪斯是所有人都进入的亡灵世界 但塔尔塔罗斯是被诅咒者的家 他们由拥有几十个巨大的头颅和几百只强壮的手臂的巨人看守 这些巨人被称为赫卡顿奇勒斯 就像丹特式的地狱一样 在塔尔塔罗斯惩罚与生活中的罪行是相衬的 塔尔塔罗斯有它的对应物极乐世界 它是美德和英雄的居所 它的绿地和开花的草地保证和幸福的永恒 在死亡时 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哈迪斯法庭的审判 该法庭由拉达曼提斯 爱 克斯和米诺斯组成 他们决定了众生的最终命运 爱神 它是激情 爱和完全的渴望的化身 它的存在 使原始生命能够在没有肉体结合的情况下创造新的生命 爱神是希腊的爱神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激情和身体的欲望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它选择了它的目标 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心 造成混乱和不可抗拒的感情 在希腊艺术中 爱神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美丽年轻人 头戴鲜花 特别是玫瑰 这与神秘切相关 其他可能的 起源 赫西奥德在他的诗歌作品 Ceogony 公元前六世纪中解释说 爱神是在原始混沌之 后与盖亚 地球和塔尔塔罗斯 冥界一起出现的 这是希腊神话中 关于宇宙起源和众神血 统的最古老的记载之一 同时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公元前414年中 该神在被黑暗和阴影之神埃里伯斯 浸染后 从夜之女神尼克斯所产的蛋中孵化出来 柏拉图在他的作品《宴会》公元前385至370年中写道 爱神是由丰饶之神Poro和代表贫穷的Pinia的结合而生 这种组合解释了爱的矛盾特性 在母性方面继承了永久的缺乏 在父性方面继承了丰富和勇气 有时 神是嬉戏的 是无害的恶作剧 但有时他又是残酷的 他的突然袭击 只带来鲁莽的激情和混乱 神玩弄他的受害者 就像玩弄一片无助的风中之夜 他也被尊为生育之神 是美与性的女神阿弗洛迪特和战神阿瑞斯的儿子 作为美神和战神的儿子 爱神是一个双重的神 就像爱可以是幸福的同一词 他也可以造成痛苦和折磨 除了激发他人的激情外 这位神还成为自己见的受害者 并爱上了凡人赛奇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两人的结合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贺东 他象征着性感 最具代表性的神话是 爱神是美与性的女神阿弗洛迪特和战神阿瑞斯的儿子 然而其他著作指出 这位女神是在被海水泡沫附身后 怀上她的 并从这次结合中诞生了一 对双猫胎 爱神俄罗斯和情欲和性欲之神 西米奈斯 这两兄弟与波托斯一起 代表了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有翅膀的爱神 这部三部曲结合了所有关系赖以存在的基本要素 爱 爱神和赛奇的神话 赛奇是一个国王的女儿 她的美貌让人眼花缭乱 这导致许多人把她当作阿弗洛迪特的转世 来崇拜并放弃了他们的祭坛 女神极度 命令她的儿子俄罗斯 让这个女人爱上一个最令人厌恶和卑鄙的男人 然而神被她的美貌迷住了 把她带到她的宫殿 在那里她让她成为她的妻子 然而 为了避免她母亲的愤怒 她只在晚上和黑暗中拜访她 以免暴露她的真实身份 受她极度的姐妹们的影响 有一天 赛奇决定等到神睡着了 用灯照亮她的脸 看看她是谁 当背叛被发现后 俄罗斯决定抛弃她 悲伤使她失去了美丽 这个女人感到内疚 为了赢得 她的宽恕 进行了一系列危险的试验 在最后一个故事中 她吓到冥界 向破尔瑟福涅索取 她的一些美貌 以恢复她爱人的美貌 最后 俄罗斯原谅了她 并恳求她的母亲和宙斯 让普希奇永生 永远在一起 两人的结合声 吓了他们唯一的女儿贺东 她象征着性感 达弗尼和阿波罗的神话 在另一个故事中 太阳神 理性和音乐之神阿波罗 曾经嘲笑爱神 作为弓箭手和歌唱家的技能 为了报复 她用她的一支箭射中了她 让她爱上了一个叫达弗尼的仙女 但反过来 她又向年轻女子射出一支千箭箭 让她对她感到蔑视和不屑 尽管她被拒绝了 但神仍然在寻找她 为了逃避骚扰 达弗尼向她的父亲和神拉登求助 她把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从那时起 这棵树成了阿波罗的圣物 爱与激情的神话 另一个神话说 阿弗罗的地很担心 因为时间过去了 她的儿子没有长大 始终是一个叛逆和调皮的孩子 所以她决定去泰米斯神域处寻找答案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她被告知 没有激情 爱情就无法成长 女神知道有了另一个儿子 即激情之神安特罗斯 才明白了这个信息 当她和她的兄弟在一 其实 俄罗斯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年轻人 但当他们分开后 她又恢复到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神话 阿弗罗的地向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许诺了海伦的爱情 因为她在一次选美比赛中投票给了她 在这次比赛中 女神与赫拉和雅典娜对决 以美貌著称的海伦 嫁给了麦西尼的国王米奈劳斯 然而 由于俄罗斯的遗见 她爱上了帕里 斯 这对恋人一起逃亡 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阿弗罗斯是一个原始的神 是黑暗和阴影的化身 它充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 据说 它的浓 密的黑暗迷雾 环绕着世界的边缘 充满了地下的阴暗处 混沌本身孕育了她和她的妹妹尼克 斯黑夜在这对兄妹的结合中诞生了她们的对立面 以太和海梅拉 尼克斯将埃雷波的黑物拖过天空 给世界带来了黑夜 而赫梅拉则将它们散开 带来了白天 尼克斯挡住了以太 明亮的 发光的上层空气 的光 海莫拉清除了黑暗 使以太再次照 亮了大地 埃利波斯也是地狱拳的助手 她是三头犬 哈迪斯的守护者 还有塔纳托斯 埃里米亚斯 和未埋葬的死者 下一个视频 泰坦队 你会爱上她的 更多关于历史 神话 哲学或艺术的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 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